做台湾飞起来的飞鸟的小小飞鸟要准备的材料 就是要有吊饰的这个串珠 台湾的大中小的三种规格的台湾地图 那这上面都已经都已经有差有铁丝了 那球里面鸟的球本身里面有包球 这个小球是15mm的 这个是20mm的 这个我们称为大球 这个称为小球 那一块那个食指金布 就是保护那个还没有使用的黏土 那一小一点点的水 这个是戳眼睛用的剪刀 就是预备这几样简单的东西 火罐带菊鸟 参考那个铜器版的那个它的做法 那你做到背这里的时候呢 做到背尾巴这里的时候就把这个吊饰的串珠 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 那插进去以后是不是有洞变大了 你再用那个竹签 把这个洞塞满 都做好了 最后就是把这个已经干的台湾地图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你这个交接的地方 沾一点水 把这个图挤过来 把这个台湾地图粘住 想办法粘住一点 因为到时候要做脚的时候好做 拿一小块灰色的 非常软软黏黏的土 就不用再沾水了 这个土软软的它就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它就可以黏住 那你确定黏住了以后再压两道 就表示有脚爪三个 火罐带菊鸟 台湾丛书因你参考童趣版的做法 那你做到这个背 尾巴的时候你把这一根 吊式的串珠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这个洞有变大的 你一定要用牙签这样把它再整理 把这个洞塞起来 推好 你翅膀完成了以后 再把这一个 台湾的地图 已经干了把它 压下去黏住 那你一定要再沾水 把这个交接的地方 哦 用歪了 把这个交接的地方 沾一些水 把这个软的土推过来 把这个台湾地图黏住 一块很软的土 很软很软的土 从这个 身体跟 地图的 衔接处 给它黏住 确定都已经黏住了 你如果土够软就不用沾水了 然后 确定黏住了 再把这个 脚爪压出来 方向是这样子的 工具的方向这样拿 它就是两只脚 抓住 台湾地图 台湾从树荫 台湾娇美 这个做法 参考童趣版的做法 那 这个 吊飾的串珠插上去以后呢 这里一定都要 想办法 给这个缝 塞满 不然它到时候 这个会黏不住 黏好翅膀以后呢 就 拿个 台湾的 地图 往这个肚子中间这里 插黏住 那你 用水 想办法把这个 台湾黏好 推一点点土过来 沾水 推过来 把它黏住 一小块的 暖暖黏黏的土 把它黏住 多的话 你就切掉 确定有黏住哦 它就是 脚爪把那个 台湾地图抓起来 如果小朋友不太会做这个精细的东西 那就不用再 不用做这个台湾地图了 台湾焦眉 你 需要